嘿大家好,歡迎收看本錢小店競 今天這集主要來跟大家認識一下 一些市面上比較常見的RGB風扇的接頭差異 以及一些我個人覺得在組裝這些RGB風扇的時候 算是還蠻實用的小工具 其實我們在上一集影片已經大家認識的 就是主機板上面這些RGB跟ARGB的針腳的差異 簡單來說12VRGB的針腳通常會是4PIN的 而比較新的5VARGB則是使用了3PIN的介面 這邊要注意的是 但是技嘉比較早期的主機板在5V三隻腳的ARGB針腳是連在一起的 這樣就跟一般市面上常見的ARGB接頭是不太相容的 需要透過轉接的方式來進行使用 所以這部分就讓蠻多早期做RGB風扇的廠商蠻頭痛的 因為三大廠在ARGB風扇的介面的部分並沒有同一個標準 不過在去上次我開箱他們的主機板之後 我發現後來技嘉推出了新的板子 在5VARGB的針腳的部分 也是改為跟其他廠商是相同的規格 就是四隻腳中間空一隻的介面 所以如果你是玩整機同步燈效的話 你就要特別注意一下自己的主機板有支援哪一種規格 通常來說比較入門定位的主機板 聽多就是給你一組12V4PIN的RGB針腳 甚至是完全沒有提供RGB擴充功能都有可能 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在5VARGB這個介面是這幾年才剛開始盛行的 比較早期的旗艦主機板 他們通常也是沒有支援到這樣的介面 比如說最近在清庫存年代久遠的Cell Edge 它就只有提供兩組12V的RGB針腳 並沒有提供5VARGB擴充功能 所以各位在選購主機板之前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它有沒有支援到你想要的規格 好在主機板的部分我們差不多跟大家聊這邊 接下來就是很多網友在詢問 就是關於市面上各種不同這種RGB風扇 要如何把它連接到主機板上面 以及如果說今天我是準備了很多顆這種 相同或是不同的ARGB風扇 要怎樣把它串接到主機板上面 所以接下來這邊我準備了幾顆 是我覺得在市面上蠻有代表性 而且他們規格都不太相同的幾款RGB風扇 來幫它做個簡單規格上面介紹 首先我們就先以Kuma風扇來做為範例 基本上RGB風扇都有兩條訊號線 一條負責控制風扇的轉速 另一條則是負責控制風扇的RGB燈光效果 稍後我們介紹其他款式的風扇也是差不多這樣的規格 不過在RGB接頭的部分可能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在風扇訊號線的部分 一般來說我們會直接安裝在系統風扇的插槽上面 插上去之後風扇就會直接運轉 而在RGB訊號線的部分 Kuma在ARGB接頭的規格上算是非常標準 就是這種常見的VDG中間控一格的設計 這邊我們就以微信的主機板來做為示範 我們就直接按照風扇上針腳的缺口 來對應安裝到主機板上的ZRAMBO1 它就會直接發光了 不過這裡我們可以發現 像是SF120P在RGB訊號線的部分 它只有提供單個接口 這樣直接安裝的狀況下面 就會直接佔用主機板上的RGB插座 而另一顆SF120R則是有提供RGB訊號的延伸接頭 這樣的設計只需要一個RGB插座 它就能夠讓你繼續串接其他RGB裝置 這樣在擴充性上算是一個比較方便一點的設計 接下來我們看到銀廣風扇 這邊我們使用他們的天狼星跟北極星兩款來做示範 銀廣在RGB風扇介面上面也屬於標準規格 首先我們看到五福特ARGB的天狼星風扇 它的訊號線比較長一點 而且不管是風扇的訊號線還是RGB的訊號線 都有做延伸接頭的設計 RGB接頭的部分屬於標準規格 能夠直接安裝在主機板上面 接下來我們看到北極星的部分 這是一款12福特的RGB風扇 它的設計比較特別一點 是採用模組化的規格 需要先使用原廠附贈專屬的接頭 來把它轉化成風扇的訊號線跟RGB訊號線 比較特別的是它連接到第一顆之後 再串接其他風扇的時候 只要透過專屬的訊號線 就可以直接進行串接 它可以同步控制風扇的轉速跟燈光效果 這個設計我覺得算是還蠻不錯的 可以讓機殼內部看起來不會那麼凌亂 接下來我們看到追風者的風扇 這邊選用它們最一般的RGB跟ARGB風扇來做示範 在RGB訊號線的部分 它有做延伸接頭 不過它們規格的部分比較特別一點 不是我們剛介紹那種常規的介面 而是採用這種有卡榫的接頭 這種規格叫做SM3P和SM4P 左邊SM3P就是三支針腳 用於5V的ARGB 而右邊的SM4P則是四支針腳 用於12V的RGB 通常會使用這種規格的RGB風扇其實不算少數 這種規格的好處就是 它接頭的部分有一個卡榫做固定 在組裝或整些的時候 就不會因為拉扯讓接頭處的地方脫落 不過在規格的部分 就沒辦法直接相同於一般的主機板 需要透過轉接的方式來進行連接 但這次我們可以讓這兩顆單獨包裝 都沒有附贈其他線材 所以如果要直接安裝在主機板上面 我們就需要購買SM3P 轉常規3P的RGB接頭 台灣的話可能要特別找一下 這個線算是不太常見 如果是淘寶的話 就還蠻多店在賣這種線的 這樣透過轉接之後 就可以直接把風扇連接到主機板上來進行控制了 接下來是連立的鋁框ARGB風扇 那這款也算是蠻特別的 它雖然採用了5VTARGB的配置 但它接頭處的部分卻採用了SM4P的規格 我們仔細看可以發現 它在燈光訊號的部分總共有4條線 我個人猜測這應該是配合風扇 組合包內部附贈的控制器來設計使用的 不過在組合包內部 它有附贈轉接給主機板使用的3PINARGB接頭 這邊我們經過實測 它確實能夠轉接給主機板作為使用 我只要看到這邊應該會有一些聰明的觀眾想到 那這樣是不是我可以直接拿SM4P的轉接線 來轉接到主機板上的3PINARGB插座 反正我們用4PIN轉3PIN 中間本來就有一隻腳是空接的 那當然這種轉接方式 我在做影片的時候有一個想到 不過經過我實測之後 我發現這樣子的硬轉是沒辦法直接點亮的 那我大概研究一下沒辦法點亮的原因 就是因為一般ARGB風扇的針腳順序為VD空接G 但是連立這組風扇 他們原廠提供的轉接線順序為VD空接GD 所以如果我們直接拿SM4P的轉接線來應轉 會因為針腳空接的順序不同 而造成沒辦法點亮這樣的現象 那這裡我們就一定要使用原廠的轉接線來進行連接 這組風扇算是一個比較特殊一點的例子 那我會想要這樣舉例的想告訴大家 不是只要街頭規格對了它就可以直接點亮了 有時候我們還是要注意資料線上的順序 有沒有符合主機板上的規格 接下來是海盜船風扇 那這組LL120是我前程的時候買的 光這組三合一的風扇原價就要台幣3000多塊 這已經可以買到一咖很不錯的機殼了耶 不過為了做教學就還是給它買回來 因為它的規格真的太特殊了 風扇的部分一樣就是兩條訊號線 一條負責控制轉速另一條負責控制RGB燈效 我之前就有講過海盜船跟NZXT都有獨自的燈光系統 所以在RGB的部分就必須使用它們自家控制盒 一般來說主機板沒辦法直接相容於它們的燈光系統 應該說它的狀況比較特殊一點 像前陣子華碩的AURA THINK 它就有開放SDK可以讓海盜IQ來做連動 那這部分我還沒有深入研究要如何使用 總之在海盜船的連接部分 算比較複雜一點 搞一整套真的要噴不少錢 所以在連接的部分 不然我們就之後再獨立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以上大概就是市面上一些比較常見的RGB風扇規格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的是 在不使用控制盒的狀況下 一些非常實用的轉接小工具 首先第一個就是前面提到的 SN3P跟SN4P轉常規3P跟4P的轉接線 因為市面上其實還是存在不少這樣規格的風扇 在原廠如果說沒有提供轉接線的狀況下 這個工具可以說是必備的 再來介紹的是一般母對母的延長線 如果說你的風扇跟主機板距離太遠 就可能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這邊要注意的是因為是母頭對母頭 一般RGB風扇也是母頭的狀況下 中間我們需要安插一組排針來進行連接 這個排針你可以在一般的電子材料行裡找到 不過在這裡要注意的是 RGB風扇它的排針比較細一點 我建議可以直接買一整排回來自己慢慢剪 如果你是要給5伏特AARGB使用的話 我會先把它剪成一組4Pin之後 再用尖嘴前把其中一隻腳給抽出來 這樣就可以直接給ARGB風扇使用了 最後我們要介紹的是1對多的訊號分接線 這個轉接線也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工具 因為大部分主機板上幾乎只有提供一組RGB或ARGB的訊號輸出 我們在只有一個插座的狀況下 如果說要連接多個RGB風扇 就必須要使用這種1對多的分接線 這種分接線酷媽有推出 但是一組要台幣300多塊 還記得我年輕不懂事的時候就有買一組 後來發現其實只要到淘寶或是蝦筆上面買就好了 或是一般電子材料行裡面也有賣 而且相較之下便宜很多 這種1分散大概幾十塊就有了 那這邊也要告訴大家一個小訣竅 如果說你找不到3Pin的ARGB分接線的話 其實只要買4Pin的分接線也是可以通用的 因為中間那隻空機的腳本來就沒有訊號 那我們在安裝的時候只要注意插頭的正反 通常在街頭上面它會標示一個箭頭 在組裝的時候只要注意一下就好了 所以4Pin的分接線算是最好找 價格也比較低的一個解決方案了 基本上你只要不要把5V的ARGB插到12V的ARGB插座上面 都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應該會有人擔心說 一組插座最多可以安裝幾個風扇 根據每家廠商的規範來說 數量都是不太一樣的 像維晶就標示說它可以支援到75顆LED 而華碩則是可以支援到120顆 技嘉則是標示到可以支援到1000顆 不過這個數字的話我覺得參考看看就好了 那就以聯力跟TT的風扇來講 他們在官網上面就有標示說 它這個風扇內部包含了12顆的LED 那我這裡也大概測試一下 使用微星的主機板來一次串接9顆ARGB風扇 其實也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9顆也差不多是一般機殼的極限了吧 不過如果使用燈條的話就要注意一下 因為燈條本身的LED數量算是比較多了一點 以上這次我們的聊天敬畏龜帶 就是市面上各種不同的強健規格 這個ARGB風扇介面上面的差異 那其實就以我們這次介紹這幾款風扇來講的話 我覺得都算是還蠻主流的 有一些比較非主流的ARGB風扇 它可能只能透過自己的燈光控制盒來進行同步 是不是就比較麻煩一點的 如果說你是要玩整機同步燈光效果的話 就真的要在選購風扇之前特別注意一下 它在風扇盒裝上面有標示說 或支援像是AURASYNC之類的 這些主機板同步燈光的技術 那希望透過今天這支影片 可以幫助到各位選購到自己喜歡的風扇 那我們這次教學就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各位收看你們最後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